提早開 欸!我是9點半耶 我以為是9點 那你還要9點關 我以為我是9點 然後9點也算了 我還提早了9點 9點提早了開 然後結果我是9點半 我不是提早了一個半小時 也不是沒有一個半 半個小時 哈囉大家晚安 左晨請接日家 答錯字嗨 哈囉大家 大家晚上好 我提早了半個小時開 會不會有點太糟了 嗨該沒包 哈囉燈火 哈囉 やめて やめて 哈囉阿達 哈囉企鵝 晚安 哈囉 欸 欸 怎麼那麼早開 因為我記錯了 我記錯了 我記錯了同時我自己也早開 笑死 九層 九層 八邊今天隔得好遠 九層 關了啦 關播了 關播嗎 大家不想要那麼早看到我 先關了啦 關了啦 是嗎 是關播 是嗎 那拜拜大家 半小時候再見 好吧 大家居然沒有要 要直接斷鍋 對啊 大家直接不想看 就說 蛤你那麼早看 你這麼早開幹嘛 算了啦 拜拜 關了啦 關了啦 斷鍋就算了 小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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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分鐘才會斷 什麼意思 還沒有到20分鐘不會斷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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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開 你先開到20分鐘 我先開20分 然後我再關 然後我10分鐘之後再開 對 反正還不錯 沒關係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燕 這是我的牌子 我剛剛太鹹 也沒有到很鹹 就是 蠻鹹的 是蠻鹹的 就是做這種事情 真的很鹹 就是多鹹才會做這種事情 沙姑計畫 然後我就做了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 蠻可愛的 明天就不會剪了 因為我覺得很醜 到底是可愛還是醜 矛盾 我是一個矛盾的人 我覺得可以更好 哈囉 大家晚上好 Koharu desu 還說無線充電器很爛 對 是蠻爛的啊 欸 我跟你們說 結果沒用 其實我都沒用 沒這樣用 因為 我發現 因為無線充電器就是 你要把它放在那邊 但是如果你要充電 你還是要把它放在那邊 然後 反而我覺得 連著線的話 你可以拿著手機走來走去 但是無線充電器的 無線充電器的話 你就要放在那邊 不能用 它 你只能這樣子滑 這樣 很不方便啊 然後我沒有 沒有很常在用 不讓 是吧 我在 我在那個 就是 我在 化妝的時候有在用 化妝的時候 我發現了 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們是看不到那個的 所以我要這樣子 對 這樣子 化妝的時候就把它放在那邊 就是 偶爾看一下 叫一下Siri Hey Siri 現在幾點 看影片的時候可以用 對啊 晚安 大家晚安 晚安 晚上好 晚上好 無線也有好用的時候 就是 就放在那邊啦 謝謝Siri跟NK的 化妝精翠 耶 直播的時候也能用嗎 可以 但是我沒有用 我手機直播 我用i7直播 所以不能用 如果有一天 啊 如果 蝦皮那天抽到iPhone 12的話 我就可以啦 可是沒抽到 謝謝 勇哥的小浪花 啊 這個BG 哈囉 坤坤 我今天要做一個 就是 直播 就是 直播主 哈囉 大家 貨小米好用嗎 有 有在用 我現在放在客廳 我本來放在了 這裡 這裡叫什麼 客廳 你現在放什麼 我本來放在客廳 然後我就覺得 他一家是沒什麼味道 然後後來我就把 今天我把他移到了 門口 就是門口前有一個 叫什麼 玄關嗎 反正就是門口有一個櫃 有個位子 然後 我就把 貨香氣 貨香品 放在那邊 然後 一進門 就能夠聞到 香香的味道 我就覺得很開心 學姐 哈囉 哈囉 勇哥 對 我覺得很香耶 好開心 我有去逛那網 網站 很不便宜 今天要專業直播模式嗎 不是 是那種 不是專業 是那種直播主感 哈囉 大家 不是 不是直播主感 就是直播的人 廢話 謝謝蛋塔 都在打蛋塔 給巴基進場 我也想要抽到 抽到就是姓日耳 真的 對 擴香瓶是有寫什麼香味嗎 欸我忘記了 我會去看嗎 好遠喔 好 好 等一下 一家你出了什麼 哈囉 大家好 有寫嗎 好像 我沒有口紅耶 沒有口紅 嗨 哈囉大家好 一家美茶 一家那是素顏都那麼美 一家沒有口紅 一家素顏都那麼美 是Mimi口紅的 室內 貨香品 01 09 它沒有寫味道 但是是01 09號 超可愛的 它包裝超可愛的 沒有口紅看起來比較黑的感覺 什麼意思 因為沒有粉底 是嗎 有嗎 有粉底 有粉底 好 沒有口紅 沒有口紅 嗨 一家晚安 嗨美甲一家 美甲一家 一家晚安 然後是白蠔烏龍 今天多了一張紙 越描述越難懂 我覺得蠻好聞的 聞起來像什麼味道 你覺得呢 就是 香香 就是香香 像花嗎 也沒有 就是香香的 可以去聞聞看 很難形容 就是香香的 但不是我平常會用的味道 只是我覺得 就是香香的 很難形容的味道 謝謝花之金翠 很難 香味很難形容耶 綜合花香嗎 我覺得沒有很像花 香水的味道 香香的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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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化盛開 化學味嗎 也沒有 一家 一家 Help me 什麼味道 就香香的 好聞的香味 好聞的香味 真的很難形容 你們可以去看看 會有甜甜的 不會很甜 好難形容 也不是嬰兒 是少女還是氣質 溫柔 對溫柔 沒有 沒有那麼甜 我覺得 嗯 不會甜 溫柔 不是刺鼻的那種甜 謝謝 奧奧講的筆心 不是我的困擾 幹嘛 我是 我是在想 怎麼形容 好嗎 哈囉 阿湘 我每次聽人家說 酒喝起來有國物 國物 無物同味 煙燻味 都喝吧 我也是 但是 基本上 我不太喝酒 但是 我愛喝 有時候會喝 Holo Yoi 但不常喝 我喜歡喝那種 就是氣泡果汁 覺得嘎啦嘎啦 的感覺很爽 香水 一點點像香水一樣的味道 這個放到下面 那你自己用的香水也會特別想要 我喜歡甜甜的 但是 我像是我的木日爐的話 我會喜歡用玫瑰 但是 就是熊寶貝 我很喜歡熊寶貝的味道 就是原本那個玫 是玫瑰嗎 熊寶貝粉紅色的 然後 但我就想說 那應該是玫瑰吧 但是玫瑰有分幾種 有一種玫瑰是很 很植物的 但有一種就是很像洗 沐浴乳啊 然後 洗衣精什麼之類的 都會有那種味道 我很喜歡那個味道 DES 不喝酒 只喜歡喝咖啡 不太喝 兩個都不太喝 喝水 喝 奶 喝牛奶 情人味道是要訓練的 本來就不容易 是嗎 下午主大人晚安 哈嘍 哈嘍月光 哈嘍 哈嘍月光 Vero 今天來聽 今天來聽那個 欸我今天早開的話 感覺我會早關 我打到10點就關了 那你原本差點半小時 對啊 那我好像只播了半小時 哈嘍 請請哈嘍 嘍嘍 嘍嘍 笑死 哈嘍 大家 今天跟A加一起去吃了漢堡 對啊 好吃耶那個雞 真的 他的漢堡肉很好吃 很juicy Juicy 結果是 還以為是記錯 是記錯沒錯 就是我記錯 好啊OK啊 你上次讀過很久 我什麼都不喝 只呵護你 哇 那 其實我真的很愛吃 很愛吃吃的看著你 嘿嘿 我剛剛去跟Girofun也去吃了漢堡 我有看 Doni tag 你們的行動力很高耶 啊 你們的行動力很高耶 哈嘍 尼哥 我想要調好一點 謝謝Steven的紋手禮 謝謝 我剛剛洗完澡所以有點 濕濕的 小青晚上好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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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重 神隊 SH 張巧人 謝謝佳 謝謝佳神的玫瑰 哈嘍 選你 選你 剛剛洗澡 穿現在洗 好早就洗了 對 累了 小 因為 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今天 今天就變冷了很多啊 就是昨天 昨天已經有感受到 可能會變冷 然後今天就變冷很多 然後今天 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就去打噴嚏 然後想說好冷喔 然後 我跟一家出了個門 然後回家之後就一直都很冷 然後想說 欸 我9點要直播耶 已經8點半了 OMG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先去洗個澡 因為 洗完澡之後會比較 然後暖喝 暖活一點 謝謝 對 謝謝 大家 謝謝佳神的玫瑰 謝謝 老沙的 膠 捲 耶 我說 一家你要陪我直播嗎 他說不要 我說 然後結果現在還是站著 坐在我前面 你怎麼那麼好 走 你走 謝謝佳神的 告白氣球 晚上好 哈囉 有希 今日老一帥有希 你今天生日嗎 生日快樂 等等你9點半 再開台 再辦一次開台 所以9點半才來 笑死 可是這樣就不會跳通知啦 謝謝開心的幸運事業潮 等一下馬上關播 八小時嗎 對 馬上關播 哈囉大家 我是小晴 歡迎來到小晴的直播間 你不是要唱 不要唱 你不要唱 我不要唱 我好失誤 我要回去 你要唱歌是不是 剛剛騎車差點冷死 這次在看著你原來小晴也會開跳 欸我以前可是 瘋魔一時的 原來小晴也會洗澡 哈囉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開溜就跟我洗澡一樣 每天都會 哇 你會洗澡 我其實有想聽一首歌 可是我還在找 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笑死 算了 算了 那我隨便按 我們來聽 Need you Need you Need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 今天老一歲 謝謝 生日快樂 謝謝 欣偉的 麥克風 謝謝Steven的 守護鈴 謝謝 Doyga 好 為什麼一直 看到嘉誠的名字 就很想要念廣的話 謝謝 大家的禮物 謝謝 文首里 謝謝 謝謝 君彥的小浪花 我 一家這爆料 他那還不是爆料好嗎 他那叫 什麼 爆料 不是 不是 烏膩 今天除了跟一家吃漢堡 還要做什麼 想要就是擺走了兩壇 想要去銀行辦點事 結果 兩次都沒辦 真的 再來打個禮物 光斗了 謝謝 謝謝開箭小浪花 謝謝大家 晚上是造謠 對啦造謠 也可以用廣東話叫我啊 只是聽說我名字 念起來不順口 是不想念嗎 沒有啦 過虛 過虛 還好啦 造謠 無你 哈哈哈哈 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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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你是什麼 謝謝 對啦 大家就是光斗老 我黑 謝謝大家叫我中了 櫻花隊長愛爆料 笑死 笑死 本來就很會造謠 想想以前的Miso求婚 還有R69 就是瘋瓶被害 看得出來 而且我那時候真的以為 那個Miso求婚的事情 真的讓我就是以為是真的 恩 不是真的嗎 喔是真的嗎 不要再騙喔 謝謝咖哩的小浪花 好可愛喔 我幫你宣傳 幫你到我IG宣傳 好可愛喔 1 2 3 喔喔 快來看了小春節播 什麼到處講 我是一個就是很為大家 貼心著想的人 要提防一家 可是一家對我很好 一家會請我吃東西 對啊我現在還怕要宣傳 上面有什麼用 到底在幹嘛 到底在幹嘛 大家有沒有看嘉莉的那個 那個 The Puzzles 的話是有小琴 喔 好醜喔 還好吧 很可愛 幫我閃掉 現在閃掉 沒關係可以啦 現在閃掉他們的感冒 那麼CUTE 不要被收買了 我是胖子 一直吃一家的東西 我就會變胖子 然後我跟一家說要不要吃 然後她就說沒關係 走不走人 不要瞎 麗子的花絮看起來超緊張 因為我前一 因為像是麗子從很久之前就有 就是錄樂團嘛 然後她大概習慣就是老師在講什麼 然後我第一次進去之後 就是她拍給我的花絮是第二次進去的時候 然後我第一次進去的時候被罵得很兇 所以 也不是說罵得很兇 而是就是有點 沒有懂老師在怎麼錄音 是程序問題嗎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就是 我好像以前有講過 反正就是 她跟我 就是她講的事情 我沒有很懂 然後 反正對我來說 好像有點難 然後我就覺得 有點 沒有做得很好 沒事寶貝 她已經怎麼說都是最後的 對 反正 然後 反正第二次就有比較有 在加油這樣子 加油 加油 最後就五罐吃飽了 但是我覺得 正式表演的時候做得更好 因為實際上 就是 反正錄音 我覺得錄音有點像上課 錄音就是 就是 她 你一邊唱 然後她一邊跟你說 你這裡唱不好 你這裡唱不好 然後 這裡怎麼樣 這裡怎麼樣 然後老師是 因為老師比較像那種 她 不會講得很詳細 就是你要自己去想 她在講什麼 所以呢 就是 如果我今天沒有懂她講什麼 我可能不會知道我自己錯在哪裡 就是 就是一定要想通 就是腦袋要清晰一下 然後 錄完音之後 就會知道老師可能 作為一名 就是老師是專業的嘛 那老師跟我講的這些地方 我就會知道 哪一些地方可能要比較重要 或者是說 正常觀眾來聽的話 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然後 錄完音之後 我就覺得有點像上課這樣 小節目就好啦 哈囉 晚熊 是晚熊嗎 怎麼念 對 晚熊 公咪噴菜里 對 晚熊 公司是怎麼選擇蝦皮直播的人選 就是 呃 公司選的 不會跟我們說 就是有時候 選人 不會 不會 不會跟我們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對 不會 有 也不會 我們也不會知道啦 之前有後面那張小情嗎 可以就是今天放一天這樣子 因為我今天做了 可以放幾天 放幾天之後 每天可能就不見了 小情說我看起來像影韻嗎 沒有啦 可是很開心 我覺得蝦皮 好 漂亮喔 蝦皮很漂亮耶 辦公室 然後蝦皮第一次參觀蝦皮的辦公室 然後 它就有很多個直播間啦 然後大家都在直播 然後 然後 視野超好的 有個大窗 看到外面的景色 然後我們表演 我們表演的那個 攝影棚也很大 然後還有很多 像是那個時候 KKBOSS也是有很多零食在 然後我就看到蝦皮也有一個零食區 就覺得 哇好棒喔 情勢幸福很可愛 對 謝謝 後來有把 鍋吃完嗎 沒有 我們現在被禁止吃東西 沒有啦 不能亂吃東西 我現在 我們現在被管很嚴 欸那個零食區 然後 我在廁所的時候 因為 因為拼放野去嘛 然後 我在廁所的時候 有這樣融融 然後融融就說 欸那個零食超好吃的 但因為我們是最後一 我們是最後一批 我們是最後一個 時段的表演者 然後 然後融融 我在廁所這樣融融就說 欸 你可以趕快去吃啊 什麼 我說 我有看到耶 但是我們 我們沒有吃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欸 超好吃的 什麼什麼的 然後 然後結果 我就很期待姊姊說 我們可以吃 那姊姊幫我們拒絕 對 因為體重管理很重要 說真的 對 而且那是多 那是零食 我們就吃正餐就好了 而且那天 那天中午 因為我們 彩排中間 有一段時間是空出來 然後 就變成有三四個小時是 待機 待機就有點 不知道 就是 不用不用在場待機 就我們可以就是先 就是 隨意度過那段時間 然後我跟麵麵 然後 我跟麵麵 Mina 跟麵麵 跟賈莉 一起去吃了火鍋 一起去吃了火鍋 對 我們吃飽再去 對 難怪 Mina吃肉的時候 眼睛都發 而且 她 她看到是麻辣鍋 所以很興奮 然後我有吃一口 然後麻辣鍋超辣的 沒有到要噴火的那種 但是就是蠻辣的 哈囉 哈囉 灰仔 雅恩吃很多嗎 就 小火鍋 火鍋 就是 自己吃自己那一盤 我很久沒有吃火鍋的感覺 他們在討論說要吃 因為其實是我想說我想要吃東西 然後 他們在討論要吃什麼的時候就有蹦出火鍋 火鍋這個選擇 然後就說 嗯 你們是 就是我沒有到很想要吃火鍋 然後我就說 你們是真的想要吃火鍋嗎 還是隨便 然後他們說 嗯還蠻想吃的 還不錯 這樣子 我說好啊 那就去吃啊 他說 他說怎麼了 還是我們換其他也可以啊 我說沒有啊 他說 是不是S.S.K.L平常也在吃 啊 就是吃膩了 我說 沒有 因為我們來就沒有到 真的超喜歡吃火鍋 他說真的假的 可是S.S.K.L超常去吃的耶 宿舍也很少吃火鍋嗎 宿舍也很少出去吃飯嗎 宿舍很少出去吃飯嗎 很少一起出去嘛 我們一起出去吃了那個 我會收聽 兩餐 那個兩餐 然後在宿舍吃過火鍋一次 嗯 不是有雙肉 還有披薩嗎 喔披薩 小心不要想 對我比較想吃燒肉 所以我在生日那天就吃了燒肉 S.S.K.L都不吃火鍋嗎 最近比較常吃壽司 壽司很棒耶 我喜歡壽司 S.S.K.L是不知道吃什麼 所以吃火鍋嗎 也 嗯 沒有吧 他們是真的喜歡吃火鍋吧 看來宿舍有感情不好的傳言 也沒有吧 就是大家的時間不一樣啊 最近超棒的大炒廚 很爽 真的很開心 真的很爽 最近也好想吃壽司跟燒肉 壽司很方便 我想吃小籠包 不行 上次去吃單人燒肉覺得還好 我覺得 我覺得我喜歡跟大家一起出去吃飯 就不太喜歡 一個人出去吃飯 一個人的話就想要在家裡吃飯 而且我今天 我想說沒有音樂 突然 我想說 一天 今天 今天我去逛了麵包店 很久沒去逛 因為 因為我覺得麵包真的是很邪惡一件事情 但是麵包真的很 好吃 然後 然後呢 就我就跟一家進入了一家麵包店 因為銀行 就是 本來今天要去銀行處理一些事情 但是 結果擺走一趟 我覺得有點 哼 為什麼擺走一趟 已經兩次了 所以我就說 欸有麵包店 那我們走進去看看 然後逛了一圈子說 我覺得 我好久沒有去麵包店了 麵包店真的很棒 就是有很多新的麵包 然後 然後有一種很酷的 例如說 我吃了一個超多奶油的 然後他說 那是人氣No.1 然後 再一個是 乳肉布丁麵包 哇 然後還有巧克力 菠蘿麵包布朗尼 菠蘿布朗尼的東西 哇 然後我就覺得 哇 怎麼那麼 那麼多 新的 怎麼說 新的口味嗎 不知道 就是很多種類 然後我想說 好久沒有逛麵包店了 會覺得很開心 下一集來開心的筆心 你是少在證件 還是怎麼樣 少在證件 巧琴去麵包店 會買吐司吃嗎 我不但會買吐司 我對吐司比較還好 但是我會買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就是我很喜歡看到一些新種類的東西 就會想去試試看 就是 可是這個 這個 原則 放在哪裡都可以 就是除了 麵包以外 但是我 我其實真的是很喜歡麵包 但是最近 就是有一段時間 我好像被飯 凍飯 凍飯 什麼之類的 飯類 勾走了一下下 我的心 然後今天 進入了麵包店之後 我的心有一點點回來了 麵包店很多奇怪 果然是嗎 去一趟銀行 我一直都帶 不過麵包的熱量很 對啊 就是麵包 麵包真的是好容易 熱量很高 然後有些 很好吃 但是卻 不飽 你會買很多奇怪的東西 就試試看啊 就都試試看啊 看到有趣的 丼飯 丼飯也喜歡吃 好久沒吃丼飯 其實我說的好久也沒有很久 因為都是精緻 精緻澱粉 對啊 都是澱粉 謝謝中華妹妹的愛心小蛋糕 對 隊長 麵包店全包 你這個好像某些粉絲的心路歷程 記得小行有段時間常吃豆腐 但是減肥的時候 因為 因為 因為就是 減肥 我的那個 究極減肥法 如果大家很想要快瘦的話 蠻推薦 其實還不錯 你可以試試看 一餐就好 就是 早午晚 如果你早晚都吃的話 晚上就只吃豆腐 會變熟 只吃豆腐 你吃多少都可以 但是就只 只能吃豆腐 這樣 連四天都有小青眼 欸是嗎 欸真的耶 從 星期一 然後星期二 怎麼移家嗎 一定要開台是不是 減肥 減肥不能吃豆腐哦 不過不是蠻健康的嗎 不是 是減肥只吃豆腐 什麼意思 減肥只吃豆腐 就是 早 如果你 只 晚上那一餐只吃豆腐 就是 除了豆腐以外 什麼都不要吃 謝謝 湯雅跳一下 這樣吧 就是我的 究極減肥方法 但是我覺得 那個時間 那 那 那幾天過了之後 就是 那個 那個減肥方法是蠻有效的 但是 短期減肥方 對 但是 因為堅持不下去 一是堅持不下去 二是 吃膩了 吃膩了 晚上吃澱粉會胖 對 其實也不一定啦 因為我覺得 澱粉還是有它健康的地方 吃膩了 謝謝Martin的花之精脆 不要減肥啦 小心很重要 今天不要再餓了 減肥是為了更好看 好看我就會開心 避開油炸 油煎或炸的那種 我覺得 自從沒有在 就是家裡煮 因為在家的話 媽媽每天都會煮晚餐嘛 然後晚餐都會煮飯 就是真的煮飯 然後 因為一個人煮 我就會懶得去煮飯 因為我覺得煮飯很難煮一人份 所以就基本上都沒有在吃飯 除非出去吃 跟朋友出去吃 很常會這樣 我會做 精緻糖類不吃運動 這樣運動就瘦很快 對啊 簡單的就是 無論你吃多少都好 只要你有運動的話 其實 就都能熟 控制飲食 吃健康一點 然後就運動 什麼東西摔了下去 我的充電器 謝謝成語的楓葉 小量多餐嗎 我是少量多餐嗎 我這個 少量多餐 沒有 多量小餐 也沒有 普通 少量少餐 沒有 多量小餐 少量少餐 少量少餐 少量小餐 我是少量小餐 現在成語的膠卷 謝謝熊熊的蓋牌氣球 我都多量多餐 那很好啊 那很好啊 吃是最開心的事情 不然的話 我真的很想要當 麵包店店去 很爽 我都想吃就吃 那很棒啊 其實我也是想吃就吃 有時候會說 發現小青 發現小青有點東西 有點可愛笑死 有時候晚上會很想要吃一個東西 然後 但是我就會去選擇說 可以吃什麼 這樣 又或者是說 就吃了 我最近真的是忍不住 晚上很想吃東西 該來物色 麵包店店面了 沒錯沒有什麼 一大吃一頓解決不了的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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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沒有吃完 還沒吃 還有兩個 一個是一家的 真的耶 要不要吃 不行 現在 明天就是 等阿小開麵包店一定每天光顧 我不會開麵包店的 我會做店員 可是後來有人推翻我的理論耶 為什麼我要做麵包店的店員 我要再講一次 我的麵包店店員理論 就是 如果今天我是店長的話 今天我做麵包賣麵包 剩下的麵包沒有賣出去的話 是我的成本 但是如果 就是我自己要 就是承擔那個省失的費用 用 但是如果今天是 店員的話 我就可以把剩下的麵包 帶走 但這完全沒有 算在我的成本裡面 然後我有得到我的工資 同時我有拿到了麵包 這樣很爽耶 當然也是要看 就是那個 那一家店有沒有 要讓我帶走 那我就可以去 那我就可以去 那個阿 我就可以去選了 高手 有沒有 你的快樂建築 沒有本來 那些麵包 本來就是要丟掉 因為 已經一天了 賣不出去 但是有人推翻我的理論說 因為店長 就是 如果是店長的話 就是一定會賺了更多錢 然後你可以研究你的款式 然後 其實店長 也可以 把東西帶走阿 而且賺的錢一定比 店員多 這樣 這邊集...集支開麵包店 驚喜 可是這樣我就不用 就承擔那個 成本了 是誰走真實 趁飯仔 可是很開心耶 如果是 打工的話 因為我蠻喜歡 打工的工 打工很開心 而且如果我今天 不是做老闆的話 我做一個員工 就可以打幾份工 我可能 就是晚上 早上去 麵... 呃...不要 早上去那個 苦拉寿司 我有拿那個 苦拉寿司的 那個 打工資訊 沒有 只是看一看而已 就是很想要去苦拉寿司打工 因為苦拉寿司的話 我就可以先知道 扭蛋的 就是會出什麼 扭蛋會出什麼 下一系列會出什麼 然後先叫我 就是SS S... S... S...R 去抽 然後抽到給我 這樣 兩邊的麵包店 趕快來合作阿 一日店員我買爆 好 隊長自己開一家 專屬麵包店 還真的 然後他們扭完之後 中午我還可以 認誰吃 就是 應該有員工餐吧 員工餐就是開心吃 這樣子 今天14歲生日 老了 生日快樂 下去 下次 去 企劃職運職 達去麵包店 一日體驗 有內幕的小琴 還叫SSR 抽到名字 他說 他們來說 如果我們今天抽 如果他 如果我當員工 然後抽不到的話 我先偷偷把那個扭蛋 換走 這樣子 直接賺大錢去吃比較爽吧 工作真的是辛苦 可是也可以工作 就是 對啊 我不知道欸 Buffet的概念嗎 可是我好喜歡 苦辣寿司 因為可以扭蛋 可是不能多吃 壽司 壽司 壽司還是 還是不要 壽司有點笑鬼 可是真的很好吃 最近當然很喜歡吃壽司 奢侈 一直去吃東西 吃東西真的很好 就是 會一直花錢欸 在吃上面 公司 賬少數有內鬼 種子交易 跟店長談一下 扭蛋能不能直接買 今天超多人生日的 真的 苦辣寿司先擠 我們不得吃 你只要扭蛋就好 我就一直丟進去 扭到就給我 這樣 而且我覺得 苦辣寿司真的很好賺 就是 當你吃到四盤的話 你就很想要多吃一盤 為了那個扭蛋 真的 開飲料店 飲料店也蠻酷的 現在很多人創業都會選擇飲料店 請內向提供 提供扭蛋 這樣很棒 扭蛋當當 看拉麵店員也會弄給自己特製吧 看了很想要 跟他點 不過這樣說是 扭蛋 感覺沒什麼 詳情喜歡的主題 不會阿 扭蛋就是 開心玩的東西 例如說 那個時候 鬼滅之刃 我有看所以還不錯 但是 再上一次好像是 是蠟筆小心嗎 還是什麼 忘記了 反正蠟筆小心那個時候 我也有去吃 然後 蠟筆小心那一段時期 其實我第一次去 苦辣寿司 然後 就是玩得很開心這樣 是蠟筆小心嗎 蠟筆小心還是 欸是苦辣嗎 是苦辣苦辣 最近不想要扭蛋 還可以給隔壁桌的小朋友去扭 小心只是喜歡扭蛋的感覺 可是 如果能夠收到扭蛋 是自己喜歡的還是蠻開心的 而且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去跟 就是鬼滅主題的時候 我第一次跟TV的成員 一起去吃 苦辣寿司 然後扭了 因為我們人很多 好像六個人吧 然後扭了八次 出了兩個 八次 出了兩個 然後 其中一個是燙字啦 然後我就覺得很開心 超開心的 超開心的 那時候是小新沒錯 然後小新就有 就有扭到那個 拼圖 對對對 小新拼圖 然後就直播的時候拼拼圖 哈哈哈哈 嚇死 我覺得好像火鍋也可以來扭蛋一下 哪裡都 大家可以扭蛋一下 到哪裡都可以扭蛋一下 大家這是一個很好的商機 多一盤 那個火鍋多點一盤 點到五盤就可以扭一隻蛋 哈哈 我只出了一次 不過我對鬼面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就是 看那個動畫 看它扭蛋就好 八次出兩個跟預期的一樣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只要不要去看那個螢幕的話 中獎機率比較高一點 廢話 我都說 我都把五盤丟進去之後 我就想說 不要看 大家不要看 不要在意他 然後說不定就會走 我自己覺得 一直看著的話 感覺就是有那個 魔力 然後就讓那個扭蛋下不來 謝謝 FANNER嗎 的許願評 莫菲定律嗎 謝謝守護林 謝謝阿當 扭蛋五星友 再跟你們講個笑話 我剛剛想到了 就是 就是 其實不是跟你們說 昨天我們去 中間晚餐 我們去吃了火鍋嗎 然後走到一半的時候 發現 Mina忘記帶手機 她是 就是我們的包包都有拿走 然後她忘記帶手機了 我想說哈 她說 她說 手機忘了帶 然後 我們就陪她回去上面 然後我就說 你真的是沒有拿手機的 你真的是沒有拿手機的 你真的是沒有拿手機的習慣 然後 她就 她就說 你也是沒有拿手機啊 會不會你也忘記帶 這樣子 我說不會 我這種人怎麼可能會忘記 然後反正我們就 我們已經走到半路 然後就回到回家 不是回家 然後回到公司 然後拿她的手機 然後我們再出去吃火鍋 然後到了火鍋店之後 我們坐下來 然後 我坐下來之後 我就 找了一下我的包包 然後我想說 我沒有帶 我也沒有帶 就是 我超級 很誇張欸 我們走了兩 我們走了兩趟 我都沒有發現 我自己沒帶手機 而且Mina是 走到 就是可能三分之一的路 沒有到三分之一 五分之二這樣 五分之二也沒有必要 隨便 然後她就說 你看你不是也沒有帶 我剛剛也算 我剛剛也想說 我剛剛也想說 你可能 你可能 就是 你還說怎麼可能 然後我找一找 我想說 我也沒有帶 沒有回去 就不用手機啊 沒關係 就不用手機啊 我是吃飯 會用心吃飯的人 不需要用手機 Mina已經笑得很開心 然後因為 我跟面面做 然後我就說 那等一下我要滑手機的話 你再借我滑 這樣子 如果是我 我才不會說 你說不會說 你自己沒帶手機嗎 可是很無聊欸 就是可能等餐上 就是 你點完 你點完火鍋的就是 的時候 然後 因為我們是點那種 一人火鍋 然後它會送東西來 然後等那個 還沒有有東西 或者是說 水還沒有滾的時候 就很無聊 就會想滑手機 然後那天我們就一邊 看著蝦皮的直播 看著蝦皮的直播 然後一邊 對 吃飯 反正就聊天啊 唉唷真的是 吃飯不要再看手機了啦 你是不是沒有一天到晚 萬機手機 所以才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萬機手機 所以才沒有拍照 沒有 我有在拍 我已經開始拍2021年的 回顧 回顧了 有沒有 有 我現在已經從 上個禮拜開始拍 2021年的 回顧 如果我跟蝦菁吃飯 絕對不滑手機 其實我真的是 不會滑手機 就是 不太會滑手機 除非真的是 沒有在講話 那通常 通常我是個 愛聊天的人 Au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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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早拍了吧 一下好配合 現在才剛開始 就拍回顧 太快了 好喜歡蝦皮的reset 小心超好看的 謝謝 而且我們有開 就是開麥 開蠻大聲的 很開心 Auco 沒有我只是念念你的名字 Auco Reset Veer好辦 謝謝 其實 其實那個阿 那個阿 什麼 公演我也是 Center阿 你們可以來公演看 只是因為六人版 跟十二人版 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 突然 打算年底 把回顧影片放出來 就是剪影片阿 因為去年 你知道去年2020年 就是沒有拍影片 太不夠 然後 2020年就沒辦法 生出來那個 2020回顧影片 二遊公演 一定要去 等你們喔 阿姨也會看小晴 好啊 你們要看著我喔 你們要看著我喔 覺得小晴的眼神非常有自信 謝謝 哈 我們就是 Tim TP 另外一隻手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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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嗎 希望二人可以在 希望二人可以在正面看 這就看運氣啦 看緣分 看運氣 現在2A我們會更好 謝謝Akira的掌聲鼓勵 想去毒蜘蛛那邊看小晴 想要去毒蜘蛛那邊看小晴 毒蜘蛛 毒蜘蛛真的很難 我就是回家再講了一下之後 我就覺得毒蜘蛛真的很難 就是我有看 不是有人說 有人說就是感覺 我不知道啦就是感覺比較像 就是帥氣嗎 我不知道就是掩飾我的 不會做性感性 沒有我現在最近在走酷酷路線大家知道嗎 那我去後台顧包包 就怕你一直被看得太害羞 就怕你被一直看得太害羞 沒有我們 我剛剛查了一下獅子座的特質 獅子座是愛被關注 很難那現在就再來練習 然後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我上一次是有點緊張 就是 怕 就是先 把做 先做好 所有東西做 所有東西做好 然後毒蜘蛛我基本上 就是 就是一直在想說好 加油 對 可是 想到2月會有點變化 畢竟 練習 就是一直持續下去 好啦 我有在想 我有在想 下一次會有一個進步 可惡越說越想看了 那你可以留意一下 還有 蘇光愛情 還有 白色情人節 可是我真的很想說一件事情 因為我自己是蠻喜歡安可去的 然後安可去 星空轉 夢之中 是我 就是中間那個段落 是我 讓 讓我就是覺得 還蠻喜歡的一個 橋段 但是上一次也太 就是 音響也太快了吧 可能沒有 就是 搭配得很好 就是 星空都還沒有 跳完 那個韻味還沒有結束 就突然接 夢之中 就讓我有點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看到我偷笑 不小心 哈囉 透露將 安安 上次讀資助還是有性感 我有在加油 書關愛情很有趣 我自己覺得書 書關愛情是 一個 需要 就是書關愛情是 那種 我自己覺得這首歌 是要很有自信 是幾乎 沒有 太快了 接著 也是 沒有那麼快的 因為你們 在現場 你們沒有Feel到 但是你看影片 對比一下 三組 你就知道我們都太快了 我手 我們手都還沒有放下來 就突然接著了 期待二月的 毒蜘蛛 毒蜘蛛 這位置 這個位置啊 這位置每次都會看到林藝人 看著林藝人 然後林藝人就給我一個 就是平常練習的時候 我猜是我平常一直會很 就是練習的時候 我會一直問大家說 這樣對嗎 這樣是對的嗎 這個動作是這樣子嗎 確認動作 然後 看他的拍子 就是練習的時候 會一直看他的拍子 然後他就會給我說 嗯 就給我一個肯定的眼神 就是 比較放鬆一點 然後在舞台上看的 林藝人的話 就是他就是非常進入那個狀況耶 就是他是 就是真的很 就是很 哇 表演耶 林藝人 我跟林藝人是正正正正正面 交集 友善的笑容 走蜘蛛真的好難 很投入 就是有在表演的感覺 開心 就是男人都是 走蜘蛛那種 不是 是尖重 一 一次敷歌結束 接二次敷歌的緊奏 有那種舞台上真的也被 成員撩到的感覺嗎 暫時沒有 不是被撩到 就是覺得大家 就是 有在認真 不是 在講什麼 就是 跟練習不同的感覺 就是大家有 就是 喔 這次正式表演的感覺 千白 掰掰 沛君 沛勳 英主 小妹妹太多 讀蜘蛛不好 哪有 你過來看 你給我來看喔 我剛剛有看到 一鸞對你對看的表情 不然他我們平常 超常笑出來 呵呵 就是我覺得現場跟練習還是有差啦 感覺我自己也是啊 我自己表演也會 我自己表演也會 你要投入 阿澤你要投入在我們的 就是我覺得 我有看過其他組的影片 我會覺得 大家表達的東西不太一樣 或者是說 每一組的 跳舞的感覺不太一樣 風格嗎 不太一樣 所以 就是 不能說 獨自出性感 然後 三個人 三組都會跳一樣的感覺 因為 人不一樣 然後我們的想法不一樣 跟我們想 呈現的東西都不太一樣 所以 我覺得 嗯 如果你今天覺得這個表演很好看的話 當然 就是很開心啊 但如果 我覺得如果你願意去 就是走進我們世界的話 會更加 沉浸在那個表演感裡面 這樣 就像是 我覺得比較明顯的 可能是 UNI曲 UNI曲 就是 是一樣的 但是UNI曲 就是人比較 少一點 然後 個人拍也比較多一點 然後個人拍比較多一點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 會 就是我們就會開始在想說 自己要怎麼呈現 之類什麼的 然後 這樣子的同時 就會 呈現的東西就會不太一樣 嗯 喜歡音組 謝謝 三組都很厲害 我覺得 就是都不太一樣 三組感覺都不太一樣 晚安 哈囉阿華 哈囉 這邊的人不一樣 演出的氛圍也會不一樣 嗯 嗯 大家覺得我的表演是怎麼樣的感覺 就是 形容詞來說的話 後面都有一個字節 有沒有很可愛 我今天 做的 但是我覺得有點廢 所以 以後再做 看完不同組之後會覺得 看了不同的公演 嗯 這就是風格阿 有比較多free的動作感 也是 白色情人也是因為感覺都不太一樣 嗯 我是小琴 嗨 上次三組都看殺快 是最有活力的一組 謝謝 覺得前幾組很自信 前幾手很自信 活力 有喜歡的人在 喔唷被被人壓到 妳按到了 喜歡的人在場表演過 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掰掰 謝謝華華的真情告白 叻賀 喜歡制服的 怎麼又被制服的誘惑了 制服的抵抗 小琴帥氣的表情 謝謝 我最近在走酷酷 到底要這樣 可是 可是當你們在...我覺得還有... 因為畢竟二月還有... 好像也很快耶 還有兩三個禮拜 到時候可能我就已經不走苦苦風了 我最近這個人在走苦苦風 笑 為了明天而接吻的小琴超可愛的 太快了 酷酷 有點冬天陽光的感覺 謝謝 超喜歡小琴的Focal 謝謝 這個我喜歡謝謝 你的空間感見你的很好 不是舞蹈而已 而是對舞台空間的掌握很高 感染力 而且這個很開心耶 謝謝你們 謝謝講到小組 酷酷 這副的底下根本神曲啊 離過年... 離過年只差一個星期多了 因為你曲都會換人跳嗎 這就是看大家期待一下 就是... 說不定 說到演出感上次跟MOMA有那一段就感覺不錯 還蠻少見的 你說I Can't Stop 但是... 真的是很... 難耶 就是... 好啦 可是我還蠻開心跳的 因為... 因為畢竟... 比較...我比較少跳MV舞 精準的表情 很開心 口白不是告白 有本事 有本事就來個酷酷的為了明天而接我呢 可是這樣子你們... 我怕...我怕... 我怕會... 就是跟曲風不太對阿 從滴滴到現在最喜歡的是小型的Vocal 謝謝 謝謝小紅 看公演的時候會第一個就可以認出來阿小了 真的嗎 不是因為... 比較腫一點嗎 不是...不是因為比較腫一點嗎 那個... 不知道為什麼我穿那個... 外套 看起來很腫耶 因為裡面還有一件啦 我看起來超腫的 不知道為什麼 請問我... 兩個就太冷了 是是是 自己Diss 沒有腫吧 還是切合曲風的表演比較好 這也是小情厲害的地方 幹嘛這樣 欸這很酷 很可愛好嗎 登登登登 登登登 以前的minicone大多數都是活力感 現在公演帥氣可愛甜美活力性感都可以看到 真的 親吻的服裝看起來明明就很帥 因為我很...就是親吻的服裝比較...就是有露著你 然後我每次都先...我出場前我都把頭髮剝後面 因為我很喜歡我自己的鎖骨 我自己看得很開心耶 就是我自己很喜歡我自己的鎖骨 因為我鎖骨是有...我是有這個 不知道在講什麼 反正這個我很喜歡我自己這裡 看到很投入在表演裡的...的成員都會蠻感動的小情 就是其中一個 上場前一直在看著 對沒錯對不起 而且我還會跟別人說 我很喜歡就是我很喜歡去找別人聊天 然後就說欸你看我鎖骨 欸你看我鎖骨 很愛...很愛講 制服抵抗C的白色外套好像比較沒有腰身 一越忘記再看 就是因為...因為制服抵抗就是制服嘛 呃...該怎麼講 就是那種西裝外套 西裝外套而且是打開的 就會比較...嗯... 就不是...不是...不是說合聲的 握手會的時候 很好 握手會求看鎖骨 到處跟人炫耀 自己讓別人講話 哪有哪有 就是...嗯...那個好嗎 我也很喜歡你鎖骨 小情不像是單純表演 而是把喜歡表演的心情整個表現出來給大家 好高評價喔你們 謝謝你們 鎖骨 鎖骨 好了啦不要再叫別人看我了 為什麼我好的東西叫他給大家看... 沒有啦 開玩笑開玩笑 大叔跟別人訓練 欸我剛剛沒按到 哈囉薇薇 欸... 懷懷加一 但是... 合照... 合照... 那合照我們來照鎖骨 太難了 但是我比較喜歡小情的眼睛 嗯... 下次要幫鎖骨上篩 我下次會打...打亮 打亮 打亮在那條骨上面 等一下你們就看到那個骨超凸這樣 不然你距離來說 成員水沒有鎖骨 我沒有... 我沒有去盯別人鎖骨的奇怪 我可以給你看斷...斷掉過的鎖骨 什麼意思 合照的距離感覺看不到鎖骨 謝謝 瑞西哥我想一下有幾首歌可以看到 是不是只有一首歌 啊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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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有四首歌可以看鎖骨喔 四首 那個啊... 毒蜘蛛 的那一組 也可以 所以有 毒蜘蛛 毒蜘蛛 後面也可以 而且我後來 我看影片之後 不是有個地方是這樣子 蹲嗎 就是 也是尖中 就是那個蜘蛛王的地方 然後 就是前排的朋友會蹲下來 然後 那個衣服很好看耶 就是搭個肉背 就都很好看耶 很漂亮耶 下次做扇子 就說我愛鎖骨吧 是陷阱 請大家說沒有 不會關注這個 真的想去 有機會的話可以來看看啊 我們現在一到六月都有reset公演 就是 呃... 現在一月已經過了嘛 所以二到六月 都有 然後 如果你說這個月 二月可能還是不能來的話 沒關係 三月也可以來 四月也可以來 這樣子 然後詳細都可以去我們的官方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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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IG... Facebook... 網頁... 查詢... 等到... 櫻竹有完場才有機會的烏烏 但這時來說 二月好像也是... 早場 對 這個月賣完了吧 每個... 每一場都會去 每個...每一場都會去 留學... 檔池上最慘沒有記憶 可以啦 我們一定會撐到 你有空來的時候 側牌四角的鎖骨草 哇... 啊... 那Martin很棒耶 看好看吧 你們真的會看鎖骨嗎 你們會不會看其他地方 你們確定 官... 官方... 晚... 官... 方... 晚... 網... 站 說到背的話 他肩胛骨也是蠻有味道的 我都看腿 不能 我都看小千活力 對...這個才是對的 不好說 目前再存第二次去公演的錢 等我阿小 好...等你 我大概高中畢業才有機會去看 原本三月... 欸...不對... 三月也... 無法去 但是排開萬浪也可以去了 鎖苦控... 站出來 這個不小心碰到就會... 那個燈進來... 直接 歡迎大家來看我們的reset公演 滿滿驚喜 漂亮鎖果難得可以看到 當然要在那幾首多看一點阿 不要變成食品感 哈哈哈 好啦 鷹主沒有做過前排 那可以壯壯的運氣 那個鷹主禮拜天的話叫我 好...我們會加油 總有一天 說不定 禮拜天就到了 我不知道 暫時排就是禮拜六 然後今天我覺得差不多要結束了 還是我們來... 那個...講個故事好了 睡前故事 然後我們就結束 下次說不定鷹主就禮拜天了 希望三月今天是禮拜六就好了 一個小時嗎 對 我今天播一個小時 左右 下個禮拜應該可以多播一點 那今天... OK 好 聽故事 雖然現在講好像有點早 有人那麼早睡覺嗎 剛下班 好 晚下班 只能看到一點點小琴 沒關係 我們還會見面的 大家好我是小琴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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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也可以耶 這樣也可以 好像也看到 還要調亮一點 閃亮閃亮 我今天做這個做的蠻開心的 給你們看一下 是Happy Birthday的那個 UNISAKURA I gave me for J Team TV UNISAKURA的劉曉晴 閃亮閃亮 沒有翅膀的充電座放在 放在房間裡面 今天居家港 因為今天有點冷 來看看 要講什麼故事呢 變情書好可愛 那個充電器我是真的很喜歡 我也很喜歡 你是不是做了影片 我有看 好開心喔 欸你做影片都好好笑喔 玩熊 還有杜伍好像也有剪 那個我跟林依直播的那個 精華 就都很好笑 對謝謝小姐 小姐 其他你的未來更多作品 咳咳咳咳 咳咳咳 來找一下 欸真的是很想睡覺 有時候 這個時間點 還沒有看影片 等等來看一下好了 謝謝 最近 有變冷小青的水袋 有拿來泡腳嗎 有 真的有 我今天等一下也要去泡 然後我被 我被 我就是跟我的 就是 我在公司跟姐姐們 講了一下這個故事之後 然後他們就覺得 很廢欸 就是 為什麼要買這個 然後 然後就說去買個桶子 不就好了 我說是 是沒錯 真的很廢 那個水袋 那個水袋太廢了 不知道 什麼 有打發嗎 沒有 怎麼可能 姐姐說的有道理 小青那個真的好泡嗎 不好泡 我剛剛有沒有說 為什麼不好泡呢 因為 就是我把水泡進去之後 我發現 它的水 它本來那個 說明那邊是寫說 那個水可以 就是 裝到 小腿 中間 就反正有 比較高一點 但結果我發現 可能是我買了小的 我不知道 我忘記有沒有size選 反正我好像 買到 比較小的 還怎麼樣 反正它就只能到腳踝 然後腳踝 我覺得很 上一點點 反正還沒有到 還沒有到 小腿 然後而且如果再 再加多一點水的話 我覺得好重喔 沒辦法 就是好重啊 我還要把它拿去 拿出去我覺得很煩這樣 好 腿太長 哦 是嗎 對啦 說不定是我腿太長 腳踝也太短了吧 就是 就是 小腿前耶 大家懂嗎 果然水帶是 這樣想的話好像 好像我現錯年期還好 我找不到有趣的 我找不到有趣的 那要不要講這個 阿小BGM 跪在裡面就整隻小 可是跪也沒有 不夠 不夠 不夠那麼大 沒有到可以大到可以 跪下去的感覺 好了 我要今天 進入我們的 睡前故事時間 然後 講完這個故事之後 大家就 乖乖的 洗澡 睡覺 然後 看其他人吃 不然泡腳帶放浴室 可是就很小 我買那個的原則 是 因為我本來想要去 就是我本來想要 就是在房間裡泡腳 因為很冷 我覺得這個不夠安靜 然後現在如果 就直接在浴室泡的話 那我好像 就用熱水沖腳就好啦 享受苦 99元的貴婦感 跳的故事繼續加班 加油 我有補過這個嗎 好像有 好那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故事是 總想搬家的小兔子 小兔子總想搬家 這是為什麼呢 那要開始囉 小兔子在小河邊安了個新家 搬家的時候 住在附近的小青蛙 小蟋蟋蟋 小麻雀都來祝賀 他們唱歌 玩得可高興了 可是過了幾天 小兔子又要搬家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嫌小青蛙 小蟋蟀 小麻雀的叫聲 驚擾了他的好夢 牛伯伯知道這件事情 就跟小兔子說 孩子 搬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考慮好了再做決定吧 可是小兔子不聽牛伯伯的勸告 牛伯伯叹了口氣就走了 小兔子搬家會拋彩球嗎 嗯 玩 嗯 會 好 會 那小兔子搬家會跳下去 好 這個設定 okok 小兔子把家搬到了河的對岸 住在這裡的小鹿 小雞小貓都來祝賀他 他們奔得又 他們又奔又跳 玩得可高興了 可是又沒過幾天 小兔子又要搬家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他嫌小鹿小雞小貓 踩壞了他的草地 小兔子都已經搬了兩回家了 這次他真的想要為自己挑一個好地方 他一連選了幾個好地方都不太滿意 把家 欸他寫把家安到哪裡好呢 把家安到哪裡好呢 嗯 我覺得物美劇院不錯 家安在物美劇院 喔沒事 把家安在哪裡好呢 小兔子犯了難 他聽說狐狸嘴聰明 並決定跟狐狸起叫 家安 對對對對對 面對送上門的獵物 狐狸心裡樂開的花 他滿臉對笑著說 我最喜歡幫助別人了 這樣吧 你還是把家安到我這裡 我保證會讓你成為最好的鄰居 蛤 家安要去 家安要去狐狸家喔 暗暗路過 小兔子答應了 連聲說 謝謝你 好心的狐狸 不料 當天晚上 小兔子正在新家呼呼大睡 突然被一聲微輕微的響動驚醒了 小兔子睜開眼一看 只見狐狸正吃著牙 是嗎 張開大嘴想要吃自己 敏捷的小兔子一咕嚕爐 爬起來逃了出去 小兔子一口氣 跑到了一處山坡上 驚痕未定的牠 大口地喘著出氣 突然傳來 啪嗒啪嗒的聲響 啪嗒啪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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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喔喔 不好 一定是老虎要來吃我了 小兔子抬退就正要跑 這個時候一看 原來是牛伯伯 原來牛伯伯聽說 小兔子和狐狸做了鄰居 直到事情不妙 就在暗地裡保護小兔子 好好喔 人太好了吧 小兔子哭著述說了 剛剛的驚心動魄的一幕 我會忘記了一個狐狸 他不是說家安到那邊 然後他都給家安他 他還跑到我家 就是我也不太懂 那他也是聽錯了家安 你不需要 不需要去後悔區嗎 這樣 好 然後牛伯伯就扶著小兔子的頭 有語重心長地說 孩子呀 不要過分挑 挑剔 不要過分挑剔和苛求他人 這樣你才可以交上更多的朋友 生活也會更開心 當天 小兔子就搬回了小河邊 重新回到小鹿小雞小青蛙的身邊 小兔子驚喜地發現 小青蛙小西蒜 小麻雀的叫聲其實也沒有很難聽 正好可以為自己解乏 小鹿小雞小貓雖然踩踩了草坪 可是他們的糞便可以讓青草長得更絕狀 讓自己的食物更豐富的 這些都是他以前不曾發現的好處 從此小兔子在這裡就過起了安安文文 快快樂樂的生活 再也沒有離開過 以上 謝謝 請問家安是哪一位呢 嗯 家安是 嗯 家安是哪一位呢 欸等等 所以現在是兔子肚子跑出來 讓家安繼續吃狗狗 突然內心小劇場 是說有點像一家 很投入喔同學 哈哈哈哈 對是牛伯伯 牛伯伯是趴踏趴踏的 過起了安安文文的 還不錯還不錯 粉色蜘蛛網 改名叫佳安 改名叫佳安 腦中現在只有佳安 我記得以前也有做過 就是有講過嗡嗡的故事 現在改名叫佳安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故事環節 今天沒有在房間福德不在身旁 DES 好吧那我們來念個排名 今天的第十名是阿德 謝謝阿德 阿德 阿德是第一次上榜欸 謝謝 然後第九名是 朱新當 謝謝朱新當 謝謝朱新當 第八名是熊熊 謝謝熊熊 然後第七名是 老一歲的 YOSHI HIRO 生日快樂 耶 不老不老不老 第六名是 蛋塔 對蛋塔 耶 第五名是 中和喵喵 謝謝中和喵喵 第四名是 Martin 謝謝Martin 第三名是 華華 謝謝華華 第二名是 林嘉純 謝謝 謝謝嘉純 然後第一名是 杏維 謝謝杏維 大家 今天辛苦了 閃亮閃亮 我是AKB DMTP的 劉曉青 MUNI SAKURA 大家我的握手會 合照會 還有 還可以 登記喔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來合照會 叫小琴 幫你 叫小琴教主 幫你們加冕 我所會是 我所會是 3月14號的 第十二部 對然後 小琴B 還有 還可以去登記喔 趕快去登記 看鎖故 聽小琴講故事很享受 加冕 沒錯 那個板子還沒有擦掉啦 這寫在上面 這樣子就不用擦掉了 就也不怕被 就是你們用用 就是不怕就是 如果移動的時候擦到的話 可能就會 就是 毀掉了 就還好 有遠距加冕嗎 沒事 這個音樂好適合講故事 沒錯 就是 說故事 必備 欸是紙 你下次可以戳戳看 只剩限動了 出 限動了出 沒了 你好聰明 對吧 這個也是紙喔 小琴直播也辛苦了 期待我所跟合照 好久不見 我們可以好好聊天 大家 我所會來找小琴聊天 來跟小琴討論人生 跟小琴 開玩笑 來跟小琴開玩笑喔 大家 謝謝華華的love 小琴越看越可愛 謝謝 筆心 真的好久沒有握手會了 真的 期待握手會加冕 討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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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人生的話可以多忍這樣 討論屁股有幾個 對 開玩笑 可以來開玩笑 期待周六 對對對對對 我們星期六 1月30號 有 就是有參加了 Life Asia 周六超級 超級周 周末現場 超級周末現場 的錄影 然後 就很難得我們 就是 其實真的蠻難得 可以十六個人上節目 因為畢竟不是 就是 不是好難講的 就是怎麼說 就是舞台真的很大 不然的話 就是很難得 十六個人 就是很開心有這個機會 對 第一次見到 顏雅倫 見到真人 一直在看電視劇 見到真人 很開心 然後 不知道會不會剪出來 小心講錯話 小心講錯話的部分 而且 而且有特別演出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期待十六人 超難得的 我希望不要剪出來 因為我講得很白癡 就是 我腦中有想 說 不同跟很好 就是 我想要說不同跟很好 然後我不小心剪了 就是把這兩個字 在我腦袋裡面 就是我可能有點緊張 然後我在腦袋裡面 混了一下 然後我就講了 不好 不同跟很好 然後我就講得不好 我現在不要剪出來 很白癡耶 我真的覺得很白癡 到底就是 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 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 就是 講話正常一點 對阿 一次想要去想法 所以我就覺得很慌張 我就說 啊怎麼剛剛這樣子 希望不要剪出來 謝謝華華的love 好啊 沒事的 然後 期待你們 你們一定要去收看 因為我覺得 很棒 是 就是 就是很難得 就那天很開心 然後因為 對 好啦好啦 謝謝 謝謝華華的love 差不多差不多 然後 今天就差不多啦 沒有我在想說 我在想說 還可以 講什麼 好像差不多了 那我們先說拜拜囉 我剛才我剛才在想事情 我剛才我剛才在想事情 然後想到一些事情 拜拜